火锅店的小酥肉,为什么那么酥脆,到底是用淀粉还是用面粉,今天分享我40年的经验,砸出来根根酥脆,做小酥肉,所选那种梅花肉,有肥有瘦,做出来口感才更香,先切成片,再切成笔筷子粗的条,每天都在用新椒桌菜,给我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,然后放姜沫,葱花,料酒,盐,花椒粉,千万不要放味精,原味才是最香的,腌制20分钟, 空碗中打入俩蛋,准备一小包小酥肉专用粉,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,用筷子搅拌均匀,干了就加水,吸了就加粉,调成这种粘稠的状态,再加点食用油,这样炸出来才更加酥脆,再把面糊倒入肉中搅拌均匀,你看每一根都裹上了面糊,再把油烧到叉咬成糊糊冒泡了,把肉一根一根分开下锅炸,中小火炸4-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, 根根酥脆,大人孩子都爱吃,赶紧试试吧